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定过所谓的戴朝春事件 另外在1884年 林文察他的儿子 也就是临朝洞 他带领洞军 也曾经在1884年的时候 平定过所谓的清霸战争 他在清霸战争里面 打赢了清朝末年 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胜利 现在我就要到这个悟空林家 去看看林家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要参观林家得先买票 看到了 有看到售票处了 要过售票处 你看我的车友 已经在这边等着了 进雾峰林家的门票 成人票一个人是250块 买好了门票 就准备进入了 我现在到了台中的雾峰林家 你有听到吗 有听到嗡嗡嗡的警报声吗 没错是万安演习的声音 但是万演习归演习吧 我们该走的行程还是走 我今天跟着我的两个车友 我们这中年的欧吉桑阿贝们 就要来到处探访 来探访的是悟风林家 先要进的是公宝地 好 车友们 Let's go 首先你可以看得到的 他们正要迈过高高的门槛 这门槛可不是随便卖的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刚刚是屈膝向前 那代表的是对自动住宅的尊重 好 我们现在跨过了门槛 进来了 悟风林家 红砖 蓝天白云 这个房子 这个大户房子 有五进 在这个旁边 目前还有住家 据说有养狗 我之前被狗咬过 所以有点怕怕 那边我就不去了 我现在继续往前走 要开始进入他的第二进 所谓的第二进 在以前清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停轿的地方 停轿子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达官显贵门拜访的时候 轿子会停在这个 这边最特别的是 这里有一幅 有一幅 李鸿章 李鸿章的亲笔留言 可以看得到吗 李鸿章 这是李鸿章的字 在这个地方 是达官显要门 他们教夫 暂时停留的地方 但是到今天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古迹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脚踩的地砖 基本上 它是 呃 成斜线排列 但是呢 又被解释成 是一种入 进入的入 就是说 在欢迎你进入厅堂 另外呢 从厅堂 我们再往前走 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哦 它的瓷砖的排列方式 就不一样了 哦 你说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像 它就是 从这个斜的 变成了直的 好 那我再告诉你 它更不一样的地方 更明显的地方 在旁边的厢房 好 这样子够清楚了吧 这边你们有看到 某个程度来说 你可以把它解释成 是一个止 停止的止 换句话说 走入厢房 嗯 一般来讲 他们是不希望你进入 也就是 他把它解释成 是一个止 通常呢 厢房 就是他们的 私人空间 当然是不希望 你能够进入的 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林朝栋 以及林朝栋的父亲 林文察 这两位都是在清朝时候 台湾最重要的两个五官 其中林文察 它是代表了这个清朝 打败了小刀会 也就是当时的太平天国 其中的一支 至于他的儿子林朝栋 那跟台湾更接近了 也就是在1884年的时候 他跟这个刘明传 打赢了 清发战争 在石球岭炮台 他打赢了清发战争 有看到这一面旗币上面的洞字吗 洞两个洞 没错 他就是林朝洞 当时他所属的军队 这个洞军 当年在1884年 清发战争的时候 曾经打败过法国的舰队 为台湾立下了罕见的汉马功劳 成为台湾少见的胜利 沃峰林家果真是一个豪门士族 在这个地方 他的平台楼阁 都各自有不同的意义 像我现在上方 你可以看得到 哦 有没有看到 一只蝙蝠 为什么中国的建筑里面 那么多蝙蝠 因为有一个福字嘛 福气临门 可以看得到白色的部分 应该都是重修的 这个地方 在1999年 921大地震的时候 有70%都被震垮了 70%那几几乎是全毁 不过有很多凋梁画动的建筑 目前还是留下来的 在我的右手边 你有没有看到 还是有一只蝙蝠 你看 这个水缸里面的水帘 长得多漂亮 这个水缸也很有特色 但是这个缸 你别以为 它是拿来种水帘的 这个缸 根据林家的后代说 他们这个水缸 在清朝的时候 是拿来装皮蛋 没错 你没听错 就是皮蛋 这个皮蛋 是林家人最喜欢吃的东西 这么大的水缸 至少一千个应该保守吧 装个两三千个皮蛋 应该也不为过 这个大户人家的想法 就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现在我走到了 它的第四镜和第五镜 一般台湾的所谓民事建筑 多半都只有三镜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我说过嘛 它是大户人家 是当时的豪宅 要怎么比喻呢 你要把它比喻成说 是当时的郭台铭家 或者是当时的蔡家 都可以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殊 而且可以值得观察的地方 是它的窗户 对于当时的清朝人来讲 大户人家讲究比较多 多半是希望用单数 用单数来代表 它的这个繁荣 以及它的激情 好 现在可以看得到 这个窗户的窗纹上面 它有几条 可以数得出来吗 没错 一 二 三 就是三条 另外呢 在墙上 即使是墙上 它也是有讲究的 好 这个墙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也是单数 来 我们一起来说说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没错 是十一 单数 在这个大草坪上面 可以看到有人很辛苦的 正在捡食杂草 后面是第五镜 第五镜它暂时不开放 因为里面是供奉着 他们的神主牌位 我们也不进去打扰 好 看完了公宝地 现在要去隔壁的大花厅 大花厅是什么 大花厅是连家当年的私人招待所 这个私人招待所也很豪华 到底有多豪华 走到大门口 你可以发现门梁上面有九个字 这九个字的写法虽然不太一样 但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瘦 如果你想减肥 这九个字多念一次 多念九次 多念九遍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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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你再看看这个门梅的上面 有两个都像龙一样的东西 这个在大户人家来讲 又是一种讲究 也就是说要独占翱头 大户人家嘛 总是跟你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人家才会成功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里面 去看看里面的大花厅 私人电影院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门 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两扇门 或者是说 它是应该说是两个门 有圆的 有方的 圆的后面你可以看到绿色盘栽 对大户人家来说 它是有规矩的 因为大户人家认为 圆为规 方为局 所以说它要规规矩矩 看出去不但要有景色 而且做人处事要有规矩 所以它叫做规矩门 现在我就要透过这个规矩门 来看看这个大花厅 这个大花厅据说在当时 是全台湾最最繁华 最最繁盛 规格最高的一个花厅 走到大花厅的这个 成员里面可以看得到 有人有装扮成古专扮相的两个美女 你们Cosplay 我喜欢汉子鱼 所以就自己有收藏 这是你们在这边租的吗 还是 自己家里的 家里的 自己的汉子鱼 可是你是糖装 对它是糖 我是送的 对 因为我看它那个有花店 对它是糖没错 现在看到这个大花厅像不像一顶大帽子戴在我的头上 实际上它真的是很大 足够由纳一个戏班子 不过这个大花厅在当时应该是超越体制的 因为就一个官员来说 它不应该拥有这么大的花厅 这已经是皇家拥有的规格了 不过台湾呢 天高皇帝远也没有人会来管它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花厅 它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浮夸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福州戏台 左边是男兵席 右边是女士专区 男女有别 当时男女不能够坐在一起 再来我们看到戏台底下的大水缸 水缸里装了三分之一的水 总共有六个大水缸 好 我们现在再把镜头给拉开 拉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戏台够大 戏台的顶端是藻井 还有一朵 它象征是花开富贵的大牡丹花 在这个中空的藻井和戏台底下的大水缸 可以产生共鸣效应 就类似现在的喇叭还场音效 坐在后排的观众都可以听得到 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戏台 现在是台湾国宝级的古迹 特别是上个世纪中 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很多皇家的福州戏台都被拆掉了 台湾的这座戏台更是民族珍贵 戏台的正对面是大厅 看戏的时候这里是贵宾席 宴会的时候是贵宾厅 而平常时候它就是会客室和义士厅 从前这里庭院生生升级许 只有达官贵人才准进入 到如今曲终人散 这各宗滋味大概只有大将军临朝栋才能体会 因为这座大花厅和隔壁的公宝地 都是在他手里打造完成 只可惜大花厅落成不到两年 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 台湾割让给日本 林家的大花厅曲终人散 不过真正的有钱人和我们小老百姓想的不一样 沐丰林家的后代子孙 现在在台湾的银行业 教育界和产险业 各行各业都占有一席之地 他依旧是台湾极有影响力的大家族